一条没有任何交通工具 可以大臣地回家路 加油 他手脚定用 真的很喘 很累 没电没瓦斯 生活一样可以过 一刀两断 起码这样子可以吗 周晚间八点南部开讲 在地旅行 前进花莲探访 台湾最美的黑暗部落 体验人类原始的生活 感谢观看